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方便的 所以介绍这一个 我觉得还蛮有的一个APP 给各位参考 它叫做提检宝 提检宝 在这个提检宝这个地方 我们要先学会下载 所以我们应该是要先教你 APP如何下载咯 首先如果我们要先下载这个APP的话 所以我们是不是先滑到 你要先知道手机 手机安装APP的一个主要的功能 就是APP STORE 那如果我们是使用Android系统的话 这时候就要找什么 找Play商店 好所以我们先教如何去安装 安装APP 所以第一件事情麻烦请先找 APP STORE 或者是Play商店 Play商店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稍微注意一下 稍微注意一下 我点的是这个 APP STORE 点下去APP STORE之后呢 点下去这APP STORE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哦 首先因为我所使用的是 APP的环境 所以它把这个搜寻放在最下面 它把搜寻放在最下面 我只是要提醒您 如果使用是Android系统的话 这个搜寻啊 它在最上面 而且直接让你直接可以输入 输入什么提检宝三个字 那我现在呢 我要先点一下这个搜寻 好 点最下面这个搜寻 那如果是Android系统 根本就不用点 上面是不是就可以 有看到这个搜寻 搜寻 在搜寻这个地方 点下去这个搜寻 输入提检宝 记住哦 我们使用的是智慧型手机嘛 请问你 还需要打字吗 千万别打字哦 我们今天都不教你打字 我们教你可能是用什么 用麦克风来去输入中文字 顺便训练一下你的手机 那个听写的能力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就用这个麦克风 点这个最下面这个麦克风 这一个 提检宝测心率视力 好 就是麻烦 大哥您再重新打一次 叫做提检宝测心率视力 因为有时候 有时候哦 如果 如果啦 我现在讲一个情形 就是说 你把这个APP下载下来 假设你今天在捷运上遇到一个人 然后他就有说突然昏倒 你可以帮他及时测血压 那这个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吧 来麻烦下载这个提检宝测心率视力 接下来我们来讲说 使用他的方式很简单 就是我们宝 就是打开来 他这边我们可以做视力检测 这个拼力血压心率 然后肺活量 肺活量 我就不知道他怎么检测 反正到时候你可以自己去玩一下 因为肺活量一定要 可能对他呼吸什么之类的 好 我们先做第一件事情 就是快速体检 快速体检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直接先点这个快速体检 然后接下来记得哦 他量测的方法就是食指要压住 压住镜头 跟麦克风 闪关灯 闪关灯 记住压住它 然后点 开始测量 按住荧幕 它同时会帮我们测心率 卖国 现在正在采集 好了 你看 它也是靠广告来支撑 所以我先把广告关掉 左上角是不是有一个叉叉 点这个叉叉 然后它就会有一个简单报告说 我现在的心跳呢 疏伤压是112 收缩压是76 然后心率是94 对我心率一直都是偏快的 跳比较快 然后在这个地方什么 脉搏 脖 脖 氧 核 指数 什么 我印象之中 反正就是要差不多90多percent 会比较好 好了 那 可以吗 去做一个体检 对 所以 上面的主要也还好 就是 我 所以我们来去看一下 你先 这边是不是一个体检的结果 体检结果 我们先点上页 上页 先回上页 好不好 我们这里面 我就随便讲 我只讲那个视力检测 好吗 就是 剩下你自己回去 听力要带耳机哦 听力 听力一定要带耳机 就是听力的一个检测 我们先检测那个视力 比如说我现在就点 视力 然后 刚刚这个地方 这个视力检测 好我就点这个视力检测 然后接下来呢 他就说请依照上下左右来去 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视力 好像这是往上我就点上 我就刚刚就点这个上 然后现在是往下 所以我就点这个往下 可以哦 往左 往下 往左 自己来去检测一下 有没有发现 这个 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哦 你看他要维持40公里 40 40公分 对不起 40公分 就是你要一定的距离哦 你如果说这么太近 那也不行 太远你根本就是在 讨厌自己的视力嘛 好 大概40公分 40公分 跟看书的那个姿势 是差不多的 而去检测 我的意思是说 会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而去检测说 我们的视力到底对 还是不对 好 真的到最后 根本就看不到 看不到 这边我都还看得到 可以吗 视力检测 好 这题目给你们参考一下啦 反正 隔壁 隔壁这边还有那个 射盲 射盲 反正 就是测到最后 测到最后嘛 你已经测完了嘛 就是假设 假设我现在 我还没测完哦 好 就假设我现在 我已经看不到了 那个字是不是很小了 对吧 好 请问一下 你怎么告诉他 我已经看不到了 你不能在这边乱按啊 比如说我随便按 因为就看不到了嘛 有看到吗 对不起 就是连续三次错误 连续三次错误 他就给你一个评分 评分 然后呢 每当你做一次健康检查 他就给你那个体检币 就是健康币 那收集那些健康币 对你帮助是什么 他可以又再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可是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大概知道 你的近视的等级 各位应该知道那个什么 什么 他这边是用颠倒的数值啊 2.0那是非常非常好的视力 那我刚刚是在做视力的检测 视力的检测哦 这边检测完毕 你看你在捷运上 是不是又可以多做这些事情了 然后隔壁还有什么 色盲 然后颜色敏感度视力表 记住啊 他的一个结束的方式 就是连续三次错误 例如说这个 色盲检测 色盲检测 这个答案是多少 5 好5 好然后确定输入 接下来这57 左边是57 左边是5 右边是7 好确定输入 可以吗 那连续三次错误 对不起 他就会跳出来 说你可能在100个人里面 大概是占百分之多少 对于色彩的一个 敏感度是多少 之类 他就会告诉你 这个成绩 当做是一个检查报告 可以吗 以后捷运的时候 有空做一下这件事情 好 关心自己的健康 绝对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嘛 就提供给你们参考咯 我们就离开这个体检宝了 那 好我就直接离开 接下来 体检 接受完了 自己回家慢慢做 所以 体检宝 体检宝 那 如果 像 如果这个APP 我不要了 如果这个APP 我不想要了 我可不可以把它给删掉 所以我现在教你那个 移除 移除APP的方法 好 就是这个APP 假设我已经 如果他 假设有一些APP 他是写 例如说一个月不用钱 让你免费体验 然后 第31天开始 他要跟你收费的话 那你就 不要去支付 不要支付的话 你就把它误点到 所以呢 怎么移除他 所以针对 我是不是按住他 对 还有 然后 这个意思就是说 的设计是这样 点这个叉叉就以他 往上拖曳到上面 我现在就先把这一个 心率 然后他说 要删掉 我就直接点 删除 你看 这样我是不是就 那我刚刚是不是还有一个 体检宝 直接点 那个键 单独针对某一项 移除 好 碰那个键要知道哦 那这就是我们先介绍给各位一个 关心自己健康 我觉得很棒的一个体检宝 体检宝 那记住这里面既然是体检 他就可以做很多项的体检 血压 建议各位 一天要量一次 至少量一次 而且哦 你可以试着 在不同时间量量看 尤其是早上起床之后 因为早上起床之后的血压变化 那个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变化值 请各位特别注意 尤其